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你怎么样才能够做到呢 就是要用道法自然顺天之道的教育方式来做 这一段大家一起朗诵一遍 好 起 用道法自然顺天之道而为 不要以自我为中心其妄作卑微 自然名封存物 只安良好 有些从事教育的人他们会强调 我们要重视以人为本 听起来好像是不错 我们要重视以人为本 听起来好像也蛮民族的 但是这个还是不理想的 因为当我们以人为本的时候 我们就看不清万物 你会把人的分量特别标榜出来 把人的伟大特别标榜出来 所以就会形成那些很大的落差 当你很大落差 你把自己吹捧为高高在上的时候 你看不清万物 老子是要我们来到总体观 不要特别把人标出人的重要 而是要来到总体观 很客观地去看清全面 人跟整个大自然是什么的关系 所以是要来到用道法自然的方式 来认清生命的实相 来认清人在这整个法界 大自然之中我们的角色 我们在扮演什么的角色 我们跟大自然的关系是什么的关系 你从整个宏观来看 你才会看清真正的实相 如果你以人本为主去看的话 你是看不清的 你只会看到人所要看的角度而已 所以老子希望我们包括教育 都要从道 从整个大自然方面来了解 我们要用道法自然的方式来教育 用道法自然的方式来思维 后面会再继续跟大家分享 而这从道就是让我们回归我们 纯真纯净的良心 让我们能够来到不太成见 很客观地来看清万事万物 像这样的话 你看 自然顺天之道而为 不要以自我为中心 去妄作非为 自然民风淳朴 自安良好 如果以人本为核心的话 很容易就变成自我为中心 用自我为中心跟道法自然 这是不一样的世界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体会 老子不是要否定人类的重要 而是要协助我们 我们要客观地去认清 人跟整个大自然的息息相关 这样人类才不会 错误的认知 才不会误判 才不会用错误的观念之间 去对待万物 这样了解吗 这是教育的重点 请不吝点赞一下 参考导 请不吝点赞一下 参考刀 点赞一下 点赞一下